倒是網紅超哥在去年五月份 開著藍寶姊尼 就追撞了一名男大生 而超哥當下是以六千塊錢 跟對方達成和解 但沒有想到隔天啊 男大生反悔了 就拿著驗商單 跑到派出所來提告 那麼當然其實也不滿啊 還表示說要向超哥來要求賠償 六千四百萬元 黑色上衣牛仔外套 網紅超哥數號現身 涉零地方法院 因為去年五月 他開著大牛藍寶姊尼 違規左轉 還撞上前方等紅燈的騎士 雖然當下雙方用了六千元和解 但隔天李信男大生 卻拿出了驗商單 提出告訴 他當時提一個數字是五千萬 法官還問他說 你確定嗎 一審開庭時 李信男子直接就喊出了 五千萬台幣的賠償金 金額之龐大 連法官都賺金 最終雙方達成協議 賠償二十七萬 超哥也被依過失 傷害罪判處十天的拘役 但李信男子不滿 結果提出上訴 15號李信男子 駐著拐杖再度來到法院 這次他更是獅子大開口 我帶了二十七萬 足而的現金 要來跟他調解 一進去調解庭 他說他不是要二十七萬 他要兩百萬美金 兩百萬美金 相當於新台幣六千多萬 比一審要求的金額足足 高出了一千多萬 李信男子解釋 會這麼貴 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未來 能夠當上大聯盟的選手 這下因為超哥這一撞 造成自己頸椎退化 脊椎側彎 等於毀了自己的前途 以平均年薪四百九十萬的美金來算 自己一共損失了六千多萬的台幣 這一番話不僅讓法官傻眼 超哥也直接很酸 想打進大聯盟 想得太美 怎麼不乾脆說自己會拯救宇宙 我想說你是在說什麼 我聽上其實我看他們應該都聽不太下去 超哥相當無奈 因為這金額實在不合理 讓他無法接受 案件最終人走法律程序處理 全案將在六月十二號宣判 感謝綜合報道